進入到的是後段戰 清局上敗 所謂的打者是那麼一樣 而投手換上的是鄭浩君 交給兒子嫂了 對 兒子嫂已經確定有掌握到了 也比出了手勢 偵查一期到你 鄭浩君和鄭浩君 鄭浩君和鄭浩君 最後一球揮棒落空 這球投得真漂亮 對 真漂亮 真漂亮 輸差效果相當好 對 突然就變得好慢喔 沒錯 表度來看鄭浩君想要不要一個訴求 重新再來一次 來一個 應該是他的電信球 對 成功三天掉的打者 那在這個半局呢 鄭浩君送出了兩個 有點像快速打球 對 有到快140的快速打球 三下三下 用休閒的方式來接觸 當然因為現在國際賽事也越來越多 這種電競的比賽 其實也都可以接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 打到在二壘方向 這個手接球之後 往一壘傳 沒有問題 八局上半一出局 拉過來 在一壘這邊 沒有問題 有 有 穩定的手臂 外野區的衛粉龍隊的加油團 也是滿大聲的 講到一個關鍵詞 整個球出棒結果打到一個游擊 哪個關鍵詞 現在巴黎站 好好解釋一下 巴黎上沒有得分數 5比3 想辦法 突然投手怎麼去調整 對 就是調整自己的心態 然後盡量不要被影響 把自己的球投 雖然是滿難做到 這個球出手 有機會來處理嗎 有有有有 有有 沒錯 OK 回鋒入空 這個球回空了 三陣 有點像有跑準 所以也不用喘過確認 打者遭到的三陣 形成了兩人出局 這是一個漂亮的變化球 這一次這樣就上來之後水頭 一三次三陣 加劇也很了解啊 他這個速球 這位速球來了 對 一五零 成功三陣了 林志晟大師兄 來了一個再見三陣 這場比賽呢 最終的比數呢 是停留在五比三 要恭喜忠心兄弟 在本週的技嘉主題日 AORUS GAME DAY 順利的拿下了對戰的 第二場比賽的勝利 其實昨天的比賽 真的滿可惜的 僅僅一分 再延長賽輸球 那當然整體下來呢 三天拿下了兩勝 也算是滿不錯的 特別是這三場比賽的內容 都還滿精采的 兩邊都有展現出韌性 都有追一分 你來我往這樣子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呢 其實也一度被追到 只有一分了 所以你感覺出來 忠心兄弟 贏得沒有那麼的輕鬆 但最終呢 還是順利的收下 所以在這一次 跟龍隊的連續三場 三連戰當中呢 我們拿下了兩勝 以兩勝一敗 來為本週週末的三連戰 來作收 當然畫面上帶到的 Eric Stout 他開箱算是不錯 滿成功的 福袋 福袋 算是制服套的啦 對 投了六局 然後掉了三分 對,就是一個優質先發 重點是 三陣功力是非常的高 可是比例是有到九次了三陣 然後主要就是因為 有一個全體打的傷害 要不然可能掉的分數 也不會到那麼多 在六局的時候 被劉姬鴻給狙擊 所以才掉了三分 不過今天 忠心兄弟的打線 其實也滿生氣的 在一局的時候 就攻下了三分 然後這個第五局跟第六局 都有天得分數 所以才讓對方的那三分炮 顯得傷害沒有那麼大 所以最終呢 在攻守呢 都表現不錯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拿下了勝利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君白 你今天籌票了嗎 走鐘獎人氣投票 記得幫忠心兄弟Youtube頻道 投下你寶貴的一票